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令人震惊且痛惜的真实故事 一位33岁的名校毕业生在西安租住的公寓内 因极度孤独和饥饿而去世 这篇文章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侦冠上发表 立即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名女子来自贫困家庭 毕业于北京著名高校 梦想住成为一名公务员 然而多次在面试环节失利 最终在一厢孤独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网民们对此事件的真实性和各种细节提出质疑 并呼吁警方介入调查 咸阳市公安局确认了这一系列的真实性 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这个故事让人们反思现代社会中的孤独贫困和人际关系 同时也引发了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讨论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悲剧 更是一个悲剧 更是件不仅是 更是一个警示 提醒我们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温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个女孩的消逝 从名校毕业到出租屋内的孤独死亡 2023年的某个夏日 网络上流传着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 标题是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 这篇文章由名为曾冠的微信公众号发表 文章详细叙述了一名北京名校毕业的33岁女子 在西安附近的一栋出租公寓内 因极度孤独和饥饿而去世的悲剧 这篇文章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并引起了媒体和警方的注意 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了这名女孩的生活困境 她来自宁夏的贫困家庭 毕业于北京著名高校 共享助成为一名公务员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 哪怕是在鄙视中拿到第一名 她却总是在面试缓节失利 这些年来她一直一心一意地考工 没有稳定工作 家里早已无法再供养她 今年4月 这名女子来到西安找工作 期间租下了一间5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 如今半年需要1万多元 约1800新加坡元 她的母亲为了支付这笔租金 不得不向亲戚借了1万元 4月21日 母亲再次借到1000元并房给女儿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 这笔钱并没有被她收到 根据文章所述 女孩的消费记录显示 她无论吃饭还是购买物品 几乎没有超过5块钱 她最后一次出入公寓 是在5月20日左右 直到6月15日左右 15日走完为止 期间她没有点外卖 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 都没有与任何人通话 文章中描述 她几乎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的 这样的情节让无数网民感到心酸 这篇文章发出后 立即引发了中国互联网的广泛关注 不少网民对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例如为何一个家境贫困的女子 会选择在西安租房 她的职业是会计 为什么房租要找父母筹借 这些疑问让网民呼吁西安警方介入调查 文章随后在8月18日被删除 文章作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续声明 强调文中所述均为真实事件 之所以删文是为了保护当事人 避免事件引起歪曲解读和过度猜测 然而网民的质疑并没有因此平息 针对网民的质疑 贞冠在8月19日再次发表声明 曾经案发地并非西安市 而是在周边视线 由于生活习惯的原因 作者在描述中使用了 《我人不在西安》 《飞往西安》等表述 导致部分读者误以为 案件发生在西安市 对此表示歉意 随助事件的发酵 咸阳市公安局也不得不介入调查 根据顶端新闻的报道 咸阳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在8月19日下午回应称 也何时确有此事 案发地属秦都分局管辖 目前案件正在处理 后续情况可以关注通报 这一回应证实了文章的真实性 但警方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这个事件的曝光 引发了社会对孤独与贫困的深刻反思 民校毕业的光环 并未给这名女子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她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逐渐被现实击垮 她的孤独和无助 最终成为了一个悲剧 在让人不经思考 当今思考 当今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支持 是否足够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许多人忙于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利益 获略了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名女子的死亡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警示 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心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给予她们更多的姿势和温暖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 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爱和尊重 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此事也引发了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讨论 为何一名2111高校毕业生拥有会计专业背景 却在求职的过程中屡屡受挫 他的家庭经济困难 为何无法得到更好的社会救助和支持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尊严 最后这个事件让人们开始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 社交媒体的普及 虽然让人们看似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真正的情感联系却在减少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更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人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联系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温暖和关爱 总之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悲剧 更是一个警示 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改变这些问题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关爱和包容的社会 让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和有尊严的生活 独在一厢饿死的名校毕业生 一场荒唐又痛心的悲剧 先来一个开场白 大家好 这是一个比任何狗血剧还要悲伤的真实故事 咱们的主角是一位33岁的名校毕业生 然而他却在西安租住的公寓内 而死在寂寞中 对您没听错 这不是小说情节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令人难以自信的故事 这个故事首先有一篇名为 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引爆了网络 作者十二像素是这位可怜女孩的房东 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这位来自宁夏西海故山区的女孩 如何一步步走向她生命的终点 女孩出生于1991年毕业于北京某著名高校 职业为会计 然而在西安找工作的过程中 她却在极度孤独中饿死在租住的30楼公寓里 文章发表后迅速引发了广泛讨论 许多人开始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对此西安市公安局和西安市行政局迅速回应 表示由于种种原因 无法提供案件的更多细节 时事评论员、媒体人和网友们纷纷发表看法 这场讨论的热度比西安的夏天还要火热 这名女孩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男子 在哪走到这一步的呢 根据房东在文章中的描述 这位女孩年少时家境贫困 但她努力考入北京名校 毕业后一心想成为公务员 多次在家乡的省份考试中 比试拿到了第一名 但总是在面试环节入棒 她不甘心 于是远走他乡 希望在西安找到一份与她的名校背景 和家人期望相符的工作 不过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故事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 也许是女孩与家人的联系 4月20日 她微信问母亲要生活费 母亲表示家里确实没有钱了 需要去借 此前的4月9日 母亲已经向亲人借了1万多元来支付房租 4月21日 母亲再次找人借到1,000元 分两次凑给女儿 结果却被女儿拒收 并将所有亲人拉黑 从此她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联系过 不仅如此 女孩在生前的消费记录 也显示她的生活极其拮据 她无论是吃饭 还是购买任何物品 都几乎没有超过5块钱 最后一次楼宇门禁死别 她进入是5月20几号 此后便再无迹象 显示她有过外出 这期间也没有点过外卖 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 作者在文章里写道 原想到法医推测她的死亡时间 是6月15号左右 我震惊了 民警是没有把话说透 20多天的时间 独自在房间里 没有外卖 没有做饭 她极大可能是把自己 饿死在房间内的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这20多天的时间里 她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呢 这篇文章发出后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甚至有人反讽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全面脱贫的盛世繁华吗 西安市相关单位表示 已经接到网友反应 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同时 该文章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10万的浏览量 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旁东在文章中提到 发现女孩的遗体时 实体已经高度腐烂 面目难辨 这个过程中 有太多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 太多中国社会和农村 无法触及了根深蒂固的痛点 这让人不禁思考 一个从西部贫困山村 经过多年努力考入北京名校的女孩 为何会在几年后孤独地死在租租的公寓内 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 有人指指这是对盛世繁华的讽刺 还有人感慨 活活把自己饿死在出租房里 其内心对社会和家人 估计是绝望到极点了吧 这些评论在网上迅速发酵 成为了热议话题 然而随助事件的发酵 人们对故事的真实性也产生了质疑 许多网友和媒体人提出疑问 家境贫困的女孩为何会选择在西安租房 作为会计为何房租需要父母筹借 作者自称公安 但在该案件中的相关做法真的专业吗 对此房东所在的公众号 曾冠在8月18日发布声明 表示文中所述为真实事件 并强调为了保护当事人 避免事件引起歪曲解读和过度猜测 文章已经删除 然而这并未平息网友的疑问 有人认为真冠遭施压三文 还有人质疑把所有打鸣的攻击杀了 天就不会亮了吗 正当大家对此事件讨论得如火如荼时 8月19日西安市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与西安市燕塔区韦网信办表示 已经接到网友反应 正在退此进行调查 而一篇来自顶端新闻的报道则指出 实者父亲指控 女儿当年考公务员陆磅是因为考试不公 她认为名额被有背景的人顶了去 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 让人不禁对当前的社会问题 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这位女孩的经历 是否也反映出了那些在生活中 挣扎求存的人们的真实状况 而她的故事又能否唤醒更多人 对社会底层的关注 事实上 这个故事所引发的讨论 远不止与女孩个人的悲剧 更触及到了社会的诸多方面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贫困孤独 希望与失望交织的现实 这一切都让人深思 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 正如文章最后所写 是者已已 但我们不能忘记它 不能让这个悲剧再次重演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但也提醒我们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和珍惜的 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境地 希望这个故事 能够唤醒更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也希望在未来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公平和关爱的社会 这未名少毕业生的悲剧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但它提醒我们 无论社会多谋繁荣 总有一些人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希望这个故事能单止站在台前 希望这个故事能够让关注到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癌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址是RyuDyu 我仅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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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